大家好我是NEO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問你關羽長什麼樣子 可能很多人都會說 他是拿著關刀 鬍子長長的 臉紅紅的 喝的時候酷喝完臉紅紅 在證實中的記載 從來都沒有說過關羽的臉是紅色的 那為什麼我們印象中的關羽 都是紅色的臉呢? 而關羽又是怎麼死的 關羽又是怎麼樣變成美國 官方認證的一個神明呢? 今天我們就來聊關公 關公的本名關羽自雲長 是東漢末年的名將 距今大約1800年 但是我們在證實的三國志關羽傳裡頭 有關關羽的記載 卻僅僅不到1000個字 而我們那些印象中 關羽中藝的形象與司機 例如劉備、關羽、張飛 他們的桃園三結役 還有過五關斬六將這些橋段 事實上 都並沒有真正的發生過 在當時 關羽的名聲也並不響亮 而關羽所拿的武器 青龍掩月刀 第一次有記載是在西元1044年 也就是關羽時候 大約900年之後 才在宋朝的一本叫做 《五金總要》的書裡頭 才找到相關的記載 而這個《五金總要》裡頭 所記載的 《眼月刀》 也因為太重 所以牙並沒有辦法上場去殺敵 他只能夠拿來做儀仗使用 換句話說 在關羽的那個年代 並不會有青龍眼月刀的出現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 《三國演義》中的關羽 被塑造得太中意、太強大了 但是《三國演義》 它畢竟只是一部文學作品 是一本小說 它是以正史作為實體 然後杜撰出來 真正的關羽 雖然終於雇主 但是最後也因為自私甚高 而身敗而亡 西元219年 關羽北伐曹操大勝 打得當時的曹操 都已經計劃遷都了 但是曹操被司馬懿勸阻了下來 司馬懿向曹操提出了 可以聯合東吳 夾擊關羽的計劃 一開始在東吳的孫權 並沒有答應 反而 他是派使者到關羽那裡去和親 想要迎娶關羽的女兒 沒想到關羽不但沒有答應 而且還入罵使者 還說了一句 無虎女 也能配如犬子 孫權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也不管那麼多 他勃然大怒 就派了呂蒙作為主將 自己作為後盾 去襲擊關羽 呂蒙讓軍艦假扮成商船 讓士兵都穿著百姓的衣服 關羽輕忽大意 士兵都混進來了還渾然不知 甚至都已經有人向關羽通報了 關羽還是認為那只是小提大作 加上靖州的太守直接投降 於是靖州就輕鬆的被呂蒙給拿下了 這就是所謂的大意識靖州的遊覽 此時的關羽父輩受提 前有曹操 後有孫權 加上呂蒙使用攻心計 他讓士兵的家屬寫信到軍中 讓關羽軍中的士兵 士氣匮乏 死的死逃的逃 最後關羽逃到邁城的時候 身邊竟然只剩下300多位士兵 此時的關羽已經被呂蒙給重兵包圍了 關羽想要突圍 卻遭到半路的攔截 最後被俘虜 然後因為不願意投降 遭到呂蒙的斬首 從此一代名將就此隕落 但是關羽的故事才正要開始 孫權雖然下令要將關羽斬首 可是他又擔心被青銅手足的劉備所責怪 於是孫權將關羽的首集當成禮物 送去給曹操 自此之後 關羽他就成為了身手益處了 關羽死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呂蒙跟曹操也相繼過世 於是便有人開始傳說 這個就是關羽的復仇 進而開始有人建廟拜關公 這個時候 我們關公的信仰就逐漸成形 在關羽時候大約300年左右 南朝的陳廢帝在當陽建關廟 之後的隨文帝也幫關羽蓋廟 後來民間開始流傳 關羽的靈魂還是非常的氣憤 顯靈報仇的傳言不斷 之後便有了關羽歸佛教的說法出現了 而關羽究竟是如何從一名武將變成冤魂 進而又變成了佛教的嘉蘭菩薩呢? 在三國演義中的描述 關羽時候因為非常的不甘心 所以他的靈魂一直在人間悠悠蕩蕩的 有一天 關羽的靈魂飄到了當陽的一座玉泉寺 在玉泉寺裡 有一個叫做普敬的高僧 這天晚上 普敬正打算要打坐 突然 他在空中 看見一個人 騎著一匹赤兔馬 手上還提著青龍眼月道 一直喊著 還我頭來 還我頭來 普敬認得這個人 他就是關羽 於是 他便告訴關羽 你被呂蒙所害 救星有不甘 大喊還我頭來 那麼 之前被你所斬殺的炎梁文丑 他們又應該要找誰討呢? 關羽聽了之後 頓時謊南大悟 便皈依了佛教 不過 剛剛我們也說過 三國演義 它就是一本小說 所以 這並不是事實的經過 根據佛祖統計智者傳裡頭所記述的 在隨開黃12年 公元592年 在關羽時候過了373年 隨代天台中的創始者智者大師 他到了荆州 打算在當陽玉泉山創一個金色 關羽便化作妖怪去祖賀他 大師了無畏懼 亦無所動 一直到了第七天 大師憐憫地對關羽所化作的妖怪說 你這樣貪戀著聖魚的福報 始終是在造業 你自己不感到悲悔嗎? 說完那兩句話之後 所有的妖怪和恐怖的幻象 全部都一起消失了 因為關羽是一個聲明大義的人 當下感到非常的羞愧 到了晚上 雲開月明 天氣非常的好 大師的座前 突然出現兩名男子 年長的那一位 有著長長的鬍子 年輕的那一位 長相非常的俊秀 年長者 向智者大師致敬說 我就是關羽 由於東漢末年時局紛亂 希望可以協助恢復地勢 但是事與願為 壯志未成 心有不甘 此後的魂魄在此聚三為武 大師得從聖賢 何以來此? 為何勞神前來此處? 智者大師便回答關羽 我希望可以在此地修建道場 弘揚佛法 關羽回答 懇請大師慈悲憐憫我 原諒我之前愚昧的行徑 特別開恩 失守相救 就在此處不遠的地方 我住的那座山 非常的適合建寺廟 我與我的兒子關平 將建寺作為公養 護持佛法 希望大師可以在此安心的殘坐 等七天之後便可完工 智者大師就在七天之後出定 見到原來有深潭的地方 已經化成平凡的地基 並且上面已經蓋好了寺廟 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 智者大師便開始引領信徒入住 日夜研說佛法 有一天關羽又告訴了大師 弟子今日 文獲出離世間的佛法 願意洗心革面 轉變舊念 接受戒律 勇為菩提之本 智者大師便立即幫關羽 歸依佛教成為佛教的佳蘭護法神 同時智者大師並回報了 當時的晉王楊皇 封關公為佛教的佳蘭菩 把關公列入佛法守護神行列 使關公成為我們中國本土的佛教神明 時間到了西元1014年 宋真宗時期 因為關羽的家鄉亥洲慘不出野 此時的宋真宗 求助於道教的第三時代傳人張天師 張天師認為這個是上古時代的 吃油在作亂 於是便開坦請關羽來大戰吃油 相傳當時的關羽 趁士兵在睡覺的時候 調動了士兵的魂魄 來跟石油大戰 這個時候的老百姓 並不曉得關羽把士兵的魂魄 調走了 以為這些士兵都已經死掉了 於是就將這些士兵全埋了 等關羽打贏了之後 士兵卻沒有辦法回魂 都大喊著冤枉冤枉 這就是當地有一個村莊 叫做冤枉村 它的原名就叫做冤枉村的由來 北宋末年戰禍不斷 朝廷改為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 想要化解暴力之情 一方面也因為關羽的形象 忠義人勇理智性 正好符合儒家的文化 另一方面也因為關羽喜歡讀春秋的形象 因此朝廷也將會讀春秋的胡將關羽 做一個轉型 與文聖孔子並列為武聖 到了元朝 當時雖然是由外祖同志 但是也並不打壓漢人的信仰 更奉關羽為義勇顯靈武安英紀王 在這之後的名稱中 再封關公為關聖帝君 其實在歷史上還有另外一位 也是有著中義形象的真實人物 那就是岳飛 但是由於岳飛是抗金的名將 由於清朝的祖先是女真人 而清朝的老祖宗也是女真人 算是同一個祖宗 於是清朝禁止擊敗岳飛 而相對的比較捧的是關羽 這個其實是一種政治的考量 他們利用關羽的形象 在灌輸人民一種忠於國家的概念 尤其在親同志皇帝在位期間 更是封關羽為 忠義人武 靈幼人勇 威勇顯靈 護國寶明 京城綏靖 義戰宣德 觀聖帝君 總共足足有26個字的稱號 美國時間 1941年12月7日 日本海軍對美國夏威夷領地 珍珠港海軍基地所發動的襲擊 總共造成了美軍2402人殉職 1282人受傷 當時的珍珠港海軍基地中 有61名的華裔美軍士兵 在事件發生的前兩天 也就是1941年12月5號的凌晨 有一位華裔的通訊兵 叫做梅內克 他在家裡睡覺的時候 突然被馬蹄聲吵醒 緊接著他的房門 就傳來了幾處的敲門聲 梅內克當時直覺 應該有大事要發生了 於是就趕緊地跑去開門 他走到門外 看到三個標形大漢 兩位站在他的家門口 另外一個 則騎在一匹馬上面 這三個大漢 穿著類似中國古代的衣服 坐在馬上面的那一位 他有著長到胸口的鬍子 一隻手拿著個人一樣高的大刀 梅內克相當地吃驚 仔細一看 後面還有一面棋子 梅內克吃驚地問三名大漢 要找誰 坐在馬上面的那一位 他說 後天珍珠港就要出大事了 你們最好趕快離開 不然性命難保 說完之後 三個人便轉身就離開了 過沒多久 梅內克就驚醒了 才恍然發現 原來只是一場夢而已 但是因為夢境太真實了 讓梅內克接下來的一整天 都在想著這個夢 後來梅內克 遇到了同樣是華裔的一個長官 他就是張士英建長助理 他跟張士英提起了這一場夢 張士英問他 還記得那一面棋子上寫的是什麼字嗎 梅內克便憑著他的印象 寫出了一個官字 張士英當下看到了這個字之後 心裡就有底了 他就跟從小接受美國教育的梅內克 介紹了三國演藝還有關公的故事 同時他告訴梅內克 如果心裡還是覺得不踏實的話 我們就去找了其他的華裔士兵 一起到教堂裡禱告吧 隔天也就是12月7號當天 梅內克和張士英就帶著所有的華裔士兵 一起到附近的聖馬力教堂禱告 在他們離開不久 日軍就襲擊了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之後 關公顯靈的傳說也在當地因此流傳了開來 更是被記載在美國珍珠港事件相關的歷史文獻當中 美國西點軍校的武器陳列館中 也收藏了一把關羽的青龍眼月刀 就是在紀念這個事件 在華人的信仰中 關羽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要說關羽是最忙的神明 一點也誤為過 關羽是最早將收入分為原收之存的人 所以他也是會計師的祖師爺 更是被奉為無財神 也因為關羽的形象總是拿著一把大刀 所以也被禮法師奉為祖師爺 除此之外 黑道拜關公 白道警察也拜關公 在台灣現任的新北市長侯友儀 以及台灣的首富郭台銘 他們兩位也是非常虔誠的關公信徒 光是在台灣祭拜關羽的廟宇就有800座之多 另外如果要求取公民 大家也都會拜關公 不過關公的許多事蹟都是被虛構出來的 為什麼那麼多人還要祭拜呢? NEO個人認為 人們所信仰的並不是關羽這一個人 而是關羽所帶給人的中義正直的形象 其實就算到了科技發達的現今 也還是會有人對虛擬人物投射大量的情感 例如初音未來 他不但開過自己的演唱會 甚至還有人娶了初音未來做老婆 這樣相比起來 對於關羽的信仰是不是也就合理了許多 好了 今天我們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